香港男星关志斌近期出席活动时戴着手套 且鼻子发红嘴唇变厚引发粉丝们热议 日前他发出受伤的照片透露家中瓦斯泄漏 不小心点火引燃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 脸部和嘴唇也红肿 他在文中解释道两个星期前发生这起意外时 他立即用冷水冲脸才避免了伤势变得更严重 但当下非常惊恐 心跳加速 惊慌失措了五分钟 才急忙叫车去医院 关志斌的脸部手部二级烧伤 为此推迟了一些工作 但该场活动其实已经延期过一次 因此他在烧伤隔天仍敬夜上工 才会被粉丝发现要貌有些不同 经过专科医生的治疗后 他的伤势在一个星期内就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眉毛还没完全长回来 贴文引来不少蓝勾勾好友留言 祝福他早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